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选择居中的地理位置 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有的国家在原有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之外 在一块新的土地上重新规划建立首都 比如巴西 澳大利亚 缅甸 巴基斯坦 而土耳其在建立新都的时候 却选择了安纳托利亚腹地的古老城市安卡拉 摆脱了欧亚通渠的喧嚣和国际都市的繁华 安卡拉在古堡俯瞰的山地宁静地发展起来 定都安卡拉有其历史原因 地理上安卡拉地处小亚西亚半岛 安纳托利亚平原的中心位置 坐落在安卡拉河南岸 安卡拉从有居民点时算起 拥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它曾是塞尔特王国的首都 在脱绝塞尔柱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各个时期 也是安纳托利亚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罗马帝国时期 安卡拉是加拉提亚省的首府 奥古斯都大帝在这里建造了第一座神庙 神庙入口处用拉丁文和希腊文 记载着奥古斯都大帝的功绩和他功身隐退的风范 建立这个神庙的目的 为了当时的那个罗马皇帝 罗马皇帝国王 想给大家看一看他全世界做过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那个神庙里边 墙上都刻着他做过的一些事情 不过现在从我们现代的想法来看 可以看那个当时奥古斯都斯 那个罗马时代的那个神庙的遗产还在 那个后来那个神庙变成为一个教堂 而且现在旁边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教 可以叫那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祭典 如今神庙附近建有大片停车场 配有许多旅游商店 土耳其的传统工艺品 有时被摆放在橱窗外面招来客人 其中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古旧的银饰品 打造精细 却蒙着岁月留下的氧化层 在室外咖啡吧 又可以看到旧食料的运用 就像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水工 使用美杜莎头像做柱子脚一样 这里更多的老建筑的构建 被移来用作建筑基础 虽然是胡乱将就 但也把原先正立的浮雕人像横着排列起来 与未经雕琢的毛石形成一种图案对比 再仔细看 有不少拉丁文明刻的旧食料嵌在其中 有的也许是碑文 有的更像大建筑的门楣 因为字体又大又工整 似乎是原建筑的某些拼图 其中有两三片遗散到这里 其实旧食料的反复利用 在世界各地民用建筑中都很常见 看起来感觉有些奇怪 有点像落魄到民间的公主 带着贵族的神韵做着粗活 因为恶守安纳托利亚平原各路通渠 安卡拉自然就是历代兵家争夺的战略要地 公元622年 安卡拉被波斯人占领 公元838年又被阿拉伯人占领 安卡拉这个古城堡 早年在公元前七八百年就见过了 当时安卡拉位置于交通当中 作为一个地点 这种重要重点 后来到了罗马时代 罗马国王把这个城堡恢复了一遍 安卡拉城堡地势显耀 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 在公路尽头下车 还要步行攀爬十分钟才进城堡 城堡是一个公式群 分为几处相互支撑据点和据点之间的运兵通道 一旦发生战事 这里的武器弹药囤积和兵力机动都非常方便 如果在冷兵器时代 这种地势显耀 构筑坚固 内部机动协调一体的防御体系 几乎是无法攻克的堡垒 早先 城堡是用更古老的建筑 拆下的旧石料构筑的 直到现代 才由政府画博专款 购买新石料 修器加固 安卡拉这边历史当中没有很重要的地位了 到现在到奥斯曼时代 奥斯曼帝国时代 政府一般不太管 到现在政府看 这个古城堡是安卡拉唯一的一个民生古籍 所以要把这个地方要保好 剩下一个小辈 在城堡顶部放眼望去 安卡拉老城像一位闭关的老僧 静坐在山谷中 红砖屋顶的海洋漫过丘陵自然伸展 这里居住着安卡拉市 390万人口的大多数 每个红砖的屋顶下 都演绎着安卡拉居民平凡 却也有滋有味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奥斯曼帝国因追随德国遭遇战败的命运 从原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上 分出了31个国家 仅剩的小亚西亚半岛也遭到希腊的入侵 这时穆斯塔法凯默尔为首的 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 面临国家威王的严重局面 他们撇开腐败无能的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政权 高举起独立自由的旗帜 以安卡拉为指挥中心和基地 带领当时军民成立国民军 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民族解放战争 1921年夏天 希腊军队兵临安卡拉城下 在决一死战的危急关头 凯默尔指挥发起了 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中最激烈 也是最关键的一次战役 萨卡里亚战役 在20天的战斗中 广大民众积极支援国民军同希腊军队作战 战场一片火海 双方阵地均数度一手 两军伤亡都很惨重 在一次夜间作战中 凯默尔亲临战场指挥 重弹被打断一根肋骨 他稍微包扎一下 继续指挥战斗 受到他大无畏精神的感染 国民军士气大振 越战越勇 希腊军队大部分被歼灭 萨卡里亚战役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赢得战争胜利的天平向安卡拉倾斜 国际局势也随之发生了有力的变化 未来的土耳其共和国从此走向新生 1920年4月 在外国军队登陆小亚西亚半岛 国难当头之际 穆斯塔法·凯默尔在安卡拉召开会议 选举大国民议会政府 正式定名将来的国家叫土耳其 1923年10月29日 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 并定都安卡拉 定都安卡拉和宣布共和一样 标志着土耳其历史性地走上了一条 崭新的发展道路 安卡拉城坐落在一片丘陵上 和伊斯坦布尔一样一山修建 比其毫无地形变化的平原城镇 多了一种跃动的节奏感 也多了几处登高远眺的地势 道路随山式弯曲 不像平原城镇有横平竖直 路网风格 棋盘一样的街市 却有路转风格 视觉 静新的生动景象 成为共和国首都以后八十多年来 安卡拉城区经过了大规模的发展 扩建 但是安卡拉老城区 相比之下 那些善于推倒重来 一拆到底的傻瓜做法 让后人回天无力 永远诅咒 安卡拉老街两侧是起伏蜿蜒的小巷 就像从山顶看到的 这里的树很少 几乎没有 画家偏偏喜欢到这种石板路的旧像来写生 小巷空中常常伸出砖木结构的吊脚楼 于是小巷矮板的墙线就有了错落的美感 老城区静密安详 偶尔有衣着朴素的当地居民 局局走过 在反差强烈的光影中遐想 永远没法猜透 那扇紧闭的旧窗帘后面 是不是还坐着一位 莫读经书的老人 看景 看到鸡长鹿鹿 就要关注安卡拉的饮食特色 遍布世界各国的土耳其烤肉 属这里的最正宗 几乎是一只整羊的肉都被穿在一根直立的轴上 微火不断 酱汁四溢 芳香满街 随麦随切 用薄面饼卷上 入口时都在滋滋作响 虽然在中东北非都能看到这样的土耳其烤肉 但这里的羊和佐料是本地产的 是最佳的搭配 相比烤肉的繁琐 包烤肉的面饼制作就相对简单多了 也许面饼也有很多讲究 不是随意就能和烤羊肉搭配的 但万变不离其宗 其实质 无非面粉和水弄成面团 再把面团擀成大圆片 然后烘烤或烙熟就是 只不过这里烤大饼比中国用火要小些 熟了之后是全白的 没有焦壶的斑点 除了土耳其地毯外 也许就属这条铜街最能凝聚历史 让人回忆起过去的时光了 这种经营手工打造的日用品 艺术品的店铺 在中东各地都还见得到 但规模普遍越来越小 安卡拉的这条历史悠久的铜街 原有五十多家 如今店铺也不上十家 称之为铜街 已经稍稍有些勉强了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前 土耳其家庭的炊具 茶具 餐具多为铜银手工打造 锅碗 瓢盆 大瓮小罐 杯盘净矿 灯斩烛台 带有保温加热装置的细嘴大茶壶 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可用铜铁铝银来打造 用量很大 销量很好 这种金属器皿延续了两三千年 现在日用品市场被工业制品占据 铜器则以工艺品为主 铜刻画很具装饰性 土耳其家家户户都挂有这样的铜刻画 铜刻画更多的是挂在旅店的走廊里 用以突出土耳其风情 图案线条骨灼 颜色则是由不同矿物质含量的铜来表现 题材主要是突厥族穆斯林的生活劳动的场景 也有清真寺 草场 山河等风景和花卉图案 1920年有了铜街 我来到这里 干了四十多年了 现在土耳其原来用的大壶 大盆 现在需求少了 铜器比较多的是做装饰用 现在没有以前热闹了 近年游客来得多 有买的 有定做的 每年情况不一样 家用铜器的需求越来越少 但随着土耳其旅游业的发展 铜街成了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 杂志上有了对铜器的宣传介绍 哥尔德利的产品逐渐在国外有了订货 在怀旧风格日益浓厚的今天 谁也说不好仿旧的铜制手工装饰品 是否还会有一天大行其道 给铜制手工装饰品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进而给这条铜街带来新的生机 安卡拉的新城区大致是在土耳其建国后发展起来的 在古老都市区的外边 新城区发展了八十多年 规模已经相当成熟 国家机关和各国使领馆都集中在新城区 作为首都安卡拉未必能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相比 但发达国家大都市的元素这里都有 带滚踢的超市同样是大而无当 同样千篇一律地聚集着世界名台的专卖店 同样是年轻人主宰着消费潮流 街口同样有婚纱照相馆 迎合着时尚青年的需求 全玻璃立面的商场建筑外墙 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玻璃外墙上的电影院广告 新颖夺目 世界各地的大片能在这里及时放映 土耳其也具有一定电影生产能力 土耳其观众不时能看到国产电影 土耳其建国后就制定了吸引外资的政策 不少西方国家在土耳其投资建企业 国外酒店业在安卡拉也占有一席之地 希尔顿酒店附近还有一些外资酒店 因为不仅安卡拉本身是一座具有多处历史文化遗址的城市 而且许多外国来客还要经安卡拉前往卡帕多西亚等 土耳其各地的旅游圣地 所以过往的人流给安卡拉酒店业也带来很好的市场空间 凯默尔向不远是安卡拉市中心最热闹的哥兹莱广场 哥兹莱广场地处繁华街区 有多条街道辐射各个方向 从早到晚人流不断 广场周围并没有多少高层建筑 引人注目的是高大的广告牌 不少家银行的办公楼也集中在这里 歌群在哥兹莱广场和凯默尔纪念碑之间来回飞翔 哥兹莱广场的主要部分是纪念碑雕塑 纪念碑基座上是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 穆斯塔法凯默尔的题词 纪念碑主要表现80年前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 周围的浮雕墙分别表现土耳其人民的劳动生活 一面墙是农耕劳作 另一面墙是手工业生产 另有两面浮雕墙 则是反映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的主要历程 白天来自城市各地的青年都愿意来这里小气 这里是他们最喜爱的地方 这里的管理宽松 你就是坐在浮雕墙上 也不被认为是破坏或有爱观瞻 土耳其人热爱自由又平和自信 广场上的人们闲事自得轻松愉快 妇女们摩登时尚不戴面纱 人们对此习以为常 绝不会招来非议 而八十多年前 奥斯曼的男人穿西装的都在少数 妇女外出更要按伊斯兰教规包住头脸 浮雕墙上表现的民族解放的方向 也揭示着一个民族永远改变了自己同宗教的关系 今天的土耳其已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与世界一道走向未来 USDT 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期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